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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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心 欢迎收看台湾港条 最近因为投资环境不好 民间的投资很少 保险公会以及行政委 怕想要用保险基金運用來做公共建設的投資 並且怕想用行政命令來做廣告 這其實是違法的 因為經過保险法138條的規定 保险壓不能來跨壓經營 必須要專心來做保险相關的策略 它主要的理由有兩個 一個就是要劃免經濟率相關執政立法公司 第二就是要劃免這個系統風險的發生 就是說,為了劃免保险壓 吸收我們台中的資金以後來投資高風險的資料 這高風險的資料如果申請開順 劃免都非常大 然後讓我們這些保団變成負責 保護立保肺拿到保団 像我們資金以後來投資金以後 保险壓、銀行壓都是吸收台中的資金 台中的資金吸收到後 保险壓、財務如果收順、收拖延 也就是我們這些保護交存活 保险壓是登記經營專業的事業 每一張保団都是對保護登記的成立 保险壓如果蓋入其他產業的經營 他的空間應該要受到那麼多 在這個經營機關的投資 他如果要投資非經營的事業 除了我們的撇面利益的衝突 經濟率會不同的集中 才會過入以外 還有傳染的方向 以及系統的方向要撇面 為了撇面傳染的方向的發生 應該對保险壓 可以經營的事業 有所限制得到 為了撇面一間保险公司 去給其他保险公司 求助的系統方向 保险公司應該要專業來經營 這就是三金分離的原則 另外 所謂的BOT 這個O就是Apple 或是經營的意思 保险壓如果以BOT的方式 來經營公共建設 它就會違反保险法一百三八條 不可以跨業經營的規定 現在的保险壓的業者 他們說 他們可以不自己經營 來委託他人來經營 或是做好別人來經營 其實呢 這樣也是違反保险法一百三八條 因為保险法一百三八條主要的意思 就是要撇面這個傳染的方向 和系統方向的發生 就是說 是那個開損 是誰來打的問題 不是誰來經營的問題 如果發生開損 由全體的保险人來 來承認這個生息 保险制度 下去用拖道 這樣呢 我們這補佩的人是要去哪裡 以照保险法的規定 保险壓不可以來副壓經營 必須要專壓 來做保险數壓 我們如果用這個公共工程 BOT的建設英文 訂正教保险完全不相關的事業 給保险公司來投資 這樣這是不行的 政府呢 很明顯 它不能將我們的保险基金 運用來公共建設的投資 法律有的違改性 過違改的法規 不能叫過違改的法律來衝突 法律 如果它的違改比行政命令更高 行政命令 如果來叫法律衝突 行政命令是不好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行政的建設 要用行政命令來尊保险基金 用BOT的方式來投資公共建設 這樣將會違反保险法138條 行政命令會不好 保险壓投資公共建設 實在一點都沒有保险 我們今天樂神功後者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後天再會 我們下週刊金 fund老大 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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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